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霹雳和秦明这匹马的前蹄这一半 这马马尸前蹄 呼通马里趴下 霹雳和秦明游打马上 一切的就栽下去 栽到地下 秦明就来了三个尾 就在这一瞬间 秦明啊 自个跟自个发脾气 秦明心想 你怎么就没看见有半马索呢 如果这样一来 把你再被活捉了 就等于震三山黄信和你师徒二人 都被人家给捉住了 还有何颜面见人呢 秦明这三个尾 完了之后 他想站起身来 继续跟周围的人征战 秦明 真要是让他站起来 就住这庄埋伏的这庄丁 还真就不能够捉住他 可是这庄丁 早有准备 秦明这三个尾 刚一挺身要起来的功夫 旁边有人早把一个大网子抖过来 一开就这样 秦明被捉 霹雳火秦明啊 这只气得两个眼睛起红线的眼角都给瞪裂了 哇呀怪叫 旁边蓝亭玉微微一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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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捆好了 可别让他跑了 这秦明一被捉 蓝亭玉上马提棍 二班又回来 当他又来到筑记庄的后装门外的时候 一看 这还在厮杀 蓝亭玉催马过来 又相助护三娘 护丧娘跟欧鹏两人正打得难分难解 蓝亭玉随后催马举棍这一来 又形成双战役的局势 可是蓝亭玉上来一战欧鹏的功夫 护三娘一拨马撤下来 护三娘怎么给撤下来 护三娘打刚才在这跟欧鹏交战的时间 用这个眼角的余光就观察着旁边一个人 看谁看宋江 宋江一直在这端着枪 指挥着梁山将在这作战 护三娘心中想 这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宋江啊 梁山上的头领 这是官府之中玄重赏捉拿的要饭 一个宋江一个朝盖捉住之后 那是五千块 护三娘心想 今天我预期跟他手下这些个娄兵们 这些个头领们打 倒不如我来个擒贼先擒王 护三娘聪明 所以一看蓝青玉来了 跟欧鹏他们两个这一交上手 护三娘往旁边一带这匹马 斜着就奔宋江来 摆双刀奔宋江 护三娘这个举动 宋江可没有想到 宋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将 能冲他来 宋江一看护三娘这匹马奔他来了 宋江赶忙把这枪手中一端 尽管宋江这阵心里头没敌 但是他也得迎战几下 宋江此时刻 这叫学到应用处方知意不高 宋江想我在梁山上周围都是会练舞的 这么多弟兄这么多高手 我有功夫跟他们多学两手多好 现在献学来不及了 护三娘马到跟前手中一尾双刀 绕着宋江插一刀就砍下来 宋江一看刀往这儿来 宋江赶紧举枪招架 瘫子一下子 在水浒原文里边 曾经说宋江也是洗枪弄棒 不过宋江那个洗枪弄棒 那是点到为止 他可不是武术大将 真跟那武术高手凑的一块 那宋江就不行了 宋江一看护三娘这一刀来 他拿枪能够磕出去了 反手啪嘘点一枪 护三娘拿刀往我一磕的时候 宋江这一枪根本都没点到位 赶紧把枪撤回来 左胶尖一领 瞪这匹蚂蚁拨头 宋江不能把这个会跑 杀马落荒而逃 宋江望下这一跑 护三娘起码紧紧追赶 这匹逃红马四起轮开 荡起一样人尘 随后就奔着宋江来 宋江在头前一边跑着 一边回头公开 宋江一看 嗨嗨 你看这个女子 她还跟我没完了 非要追上我不可 宋江一边跑一边往周围一看 哎呀我那些人都在哪呢 一看都在那打得正热闹呢 没有人顾及到她 宋江这一败起来 也没有人发现她败起来 如果有人发现的话 肯定就得跟起来 得救了个首领啊 宋江在前面一边跑一边心中暗想 如果我要被这护三娘给生擒活捉 带进了筑家庄 那我此行攻打筑家庄 就是全军覆没了 我就是大败了 我败了不要紧了 我给梁山上的众位弟兄丢人了 索性 宋江这匹马 是匹豪马 脚力很快 护三娘这匹马 追不上 但是这个距离始终保持着 宋江这匹马 在前面一边跑着 宋江一边回头看 他回头看什么 他衡量那个距离 看看跑的 是不是这个距离越来越近了 还是越来越远了 要是越来越远了的话 那就好办了 宋江正往前跑着跑着 忽然间就看油打队过着 顺着这条路 来了一伙人马 宋江一看 完了 宋江心想 后边有人追 前面有人堵 我宋江只有下马就秦了 宋江死这个脑子里边爬一闪 宋江想 我不能就寻 我要就寻之后 我丢了梁山弟兄的脸 想到这里 宋江把这条枪往回一道 枪转朝前 枪头朝后 对了自己的前胸 宋江心想 如果对过是朱家庄来的人 我腹背受敌 无处逃走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耕嗓咽 我就来一枪 我就自尽身亡 可是宋江正想到这里 仔细定睛 一看对过来的人 宋江把这枪给我倒过来 怎么回事 一看文艺首的这个人 头上戴亮银盔 身穿亮银甲 外罩大红袍 跨起银宗马 手蹲杖八毛 正是梁山上的豹子头 临冲 哎呀 宋江一看 这是化险为仪 可是宋江又想 刚才我把枪头倒过来 这个行动 也不知道临冲看见没有 他如果要看见的话 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太懦弱了 宋江手中把枪端着 看着临冲 临先帝 快来助我一阵 豹子头临冲怎么绕过来了 他派霹雳火亲民 先往后边来看 霹雳火亲民这一来就没回去 临冲不放心呢 临冲负责双路总接应 所以临冲带领着一兽 梁山人马 他也绕过来 往这边一绕 正跑上宋江 一看宋江 一个人骑着马 拜下来 临冲心想 哎呀 后庄外这些梁山弟兄们 你们都干什么呢 怎么让我们的首领 就单人独计 拜下这来 后边一个女将追赶 临冲把这些战罢 蛇毛枪一抖 喊了一声 大哥 闪在旁边 让与小弟 纵经到旁边一带马 临冲这匹马就过来 临冲这匹马来到前面 一见的胡三娘 不容分数是举枪就刺 临冲这匹就这么一抖的功夫 还没等刺 就是一拧 胡三娘当时就一愣 为什么 一看这条枪这么一拧的功夫 在他面前这么一堆枪头 都看不出哪个是真的了 报此头临冲 临家枪 那是东京汴梁城的一决 汴梁城里边有名就两家枪最好 杨家枪临家枪 临冲那是八十万进军 枪棒叫头 专门玩枪的 这头战罢 这一抖着枪花 胡三娘心中就先有一惊 啪这枪本千枪一扎的时候 胡三娘拿双刀往一旧架 临冲把枪啪往回一撤 先给他来个迎面三枪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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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三娘拿刀这么一划了 招数就有点乱了 跟临冲两人马打盘缓打在了一起 宋江在旁边一看 心中暗想 下决心 回凉山之后 我就跟临冲学枪 这时候得想起练武艺来的 临冲跟胡三娘两人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 就看临冲跟胡三娘两人再有照片的功夫 临冲的枪奔着胡三娘前凶一枪就扎过来 就这四五个回合啊 这胡三娘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你看临冲这枪奔着一来 他拿左手刀往一挂 他想拿这个右手刀给临冲来一刀 拿着刀往一挂的功夫 临冲这个枪啪 往回一撤 二马一错当 临冲这个枪啪一横 拿着枪奔着胡三娘 这个地方就往下一扑了 他那次好像要拿着枪把胡三娘给扑了下去 其实这是个虚招 拿着枪的壁也扑了的功夫 胡三娘一看枪往后推他 胡三娘拿着双刀使劲往前推 拿双刀往前那么一推临冲的枪 实际是个虚招 他还看拿刀一推 啪 临冲把这个枪头往后一撤 正好二马错过去了 临冲把这个枪一摔 用这枪杆 借着胡三娘往前推那个劲 正打他的后腰上 一枪枪扫胡三娘落爬 呼通一声 胡三娘就栽下马来 胡三娘栽下马来 一番声刚上起来 枪就堵住了耕赏炎火 把让 旁边有凉身的楼兵过来 把胡三娘给捆上 宋江告诉林冲 马上到后庄门那去看 林冲催马端枪 带领着梁山楼楼兵 就直奔筑家庄的后庄门 来到后庄门这 一瞧这里打得一锅粥一样 宋江也感到这 林冲催马鸣枪 杀入人群之中 这个功夫 这筑家庄啊 从后庄门这 一劲的往外边派人马 他们想在这个地方 跟梁山将决一死战 宋江一看 形势不妙 不能再次久战了 为什么呀 因为前边 梁山的楼兵 不知道这个后庄 怎么个情况 他们在那还在那攻呢 前面人家装门紧闭 根本就不见兵力的效用 而后边呢 需要兵力的时候 他们又不过来 庄子里面的人 一个就是往外派兵 征战持久了 对梁山将没有好处 所以宋江当机立断下令收兵 这么一来 林冲正赶是也来到这里 等于给解了一下 梁山将众位英雄 好汉 犹打这个地方绕路 回转到前面 回转到前面 前面的时候 一瞧那黑旋风李奎呀 手舞这一队车轮大夫 还在那抄抄闹闹的 要攻那筑记庄 宋江下令撤 于是李奎 带着梁山重将 也跟着撤下来 一起撤出了筑记庄 回到自己大营之中 回到大营之后 宋江先吩咐查点人数 梁山楼兵和梁山的首领 在这次战斗当中 不算是得利呀 楼兵死了不少 首领呢 又被人家擒住了两位 霹雳火亲鸣 矮娇虎王英 宋江回到中军大仗 满头是汗 往大仗当中一坐 听守秦镇一禀报 说是两个人被人家捉住了 死伤了还有很多人 宋江又问这一丈情 胡三娘 说已经带到帐下 宋江说立即把这胡三娘 给我押送回梁山寨 把他交给 我的爹爹宋太公看管 弟兄们一听好吧 宋江下命令了 大家都得听啊 把胡三娘派专人 押送梁山 其中有的人闹不明白 宋江这是怎么个意思 有的人心里边暗自想 宋江可能是看上胡三娘了 这胡三娘挺漂亮 宋江到现在还没有期视 是不是要把这胡三娘 作为自己的一个压寨夫人呢 也未可知 但是宋江现在没有明说 谁也不知道宋江心里边 是怎么想的 胡三娘被押走了 宋江坐在中军帐中是闷闷不乐 时间不大的工夫 外边有人向你禀报 启禀大哥 外面军事无用到 宋江一听 无军事来的是恰是时候 马上吩咐应见 宋江到外边把军事无用应接进来 宋江一看无用这一来啊 不是他自己来的 除了带了几百名梁山上的楼兵之外 另外还带着阮氏三雄 还有小温侯吕方赛人贵郭胜 带了这么几个人来 宋江一见军事无用 一看军事无用 脸上带着一种微笑 这种微笑给人一种神秘感 宋江都不知道无用想的是什么 让到大仗之后 宋江就问军事 你到这里是来帮助我做第三路援军的吗 无用说对呀 我是帮忙来当第三路援军的 大哥 攻打住这桩 胜败如何呢 宋江说 别提了 两次攻打住这桩 皆没有攻下 死伤我梁山上很多的弟兄 霹雳火亲民和矮焦虎帮英 被他们生擒活捉了 住这桩我原没有想到会这样难打 我宋江在大哥的面前说下这样的大话 我能把住这桩打破 现在看来谈何容易呀 无用一笑 宋大哥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我给你带来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只要你跟他一见面 我敢断言 这住这桩自然就能够打破 哎呦 宋江说还专门有打住这桩的人吗 有啊 来呀 请这几位贵客 紧张 我给你带来了 感谢观看